《勞工部》星期三發佈報告指出 3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3.5% CPI是衡量價格變動的關鍵指標 儘管當前通脹率已較2022年新冠疫情時期高點的9.1%有所下降 但仍高於政策制定者設定的長期目標2% 經濟學家表示近幾個月通脹下降的趨勢已停滯 住房成本依然是當前通脹的主要推動力 與此同時家庭實際購買力有所提高 勞工部數據顯示從去年3月至今年3月 普通工人的實際小時工資增長了0.6% 然而汽油價格的上漲仍對家庭購買力和市場情緒產生負面影響 此外勞工統計局指出 隨著妨礙、汽車保險、醫療保健、娛樂等 亦是推高核心通脹的顯示因素 TinaWars記者編輯報導